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要一样出来说 你这个司马昭是新路人皆知 你就是要告诉所有公务员 就是说这就是经上的立场 你要看一下你们现在老板是谁 不要去做跟老板立场相反的事情 不要做让老板不高兴的事情 搞这种小动作 我觉得是很没有品的 你现在台湾是个民主国家 你要开大门走大陆 公投就是大家的权益 赞成不赞成 所以民进党就是还没有投 就觉得自己会输 所以才会怕 才会搞这么多小动作 怕大家去公投 那你为什么推一个政策 你明明知道会输 你还要这么阿爸 你要怀场走你还要硬吐